就在刚刚大师姐宣布加入三只羊 大师姐独具一格的直播风格深受大众喜爱 她会在清晨的时段选一个颇有意境的场景 分享一些中华文化的知识和自己对生活的一些见解 是直播界的一股清流 很期待她与三只羊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姐 这个因为评论区我已经看到很多人打说大师姐了 大师姐大师姐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师姐呢是这个毕业于武汉大学 香妹子 是湖南人 在湖北上大学是吧 是早上读播的一位大人 读是那个孤独的读吗 读书的读 其实选择加入我们三只羊团队 也是就像刚刚我在旁边听到韩汉说的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其实我特别明白这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然后不能做什么 能做的事情就不遗余力的去把它做好 不能做的事情就交给非常非常靠谱的 值得信任的团队 然后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靠谱一些 这是我选择加入像这样的理由 对 嘴哥被强制下锅之后来到乔妹直播间 发现法务和乔妹穿了同款白皮 你干嘛呢 你怎么收手啊 我得把衣服 我都还错了 我们下楼不一样了吗 有道理 工作就是工作 不像有些人好都搞疯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兄弟们 真的严啊 对你严啊 真的严重心啊 真的严重心 兄弟们说法务走开 你听兄弟们呢 兄弟们法务怎么要走开 把法务支开以后 嘴哥就开始了 兄弟们这个是优质脂肪 对 对身体非常好 好吃真好吃 19块90吧 生态管理期间 我说你优质脂肪 对身体好 男女老少都可以吃 非常不错 我现场教你什么撩妹 天秘密 你笑的天秘密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nice 没嘴哥人气多 兄弟你说这句话 你想表达什么了 大阳哥你的人气还没嘴哥的高 这是评论区一个评论被大阳哥看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 大阳哥先前在嘴哥直播间跟嘴哥互动 在原本有一次违规的情况下 大阳哥过来 互动了一段时间又一次违规导致线流 直播间同时在线从10万家掉到了7万 于是大阳哥说这个要重开了 重开之后又重新回到10万家 就这点插曲就能被带节奏 我们来听听大阳哥是怎么说的 嘴哥人气高了我高兴啊 毕竟是徒弟 你人气要看一个人的账号 跟你人会有点关系 但是你的账号的属性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你你非要去说两句那个 你看到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说出来能让自己高兴 能去点击别人一下吗 那你再想想那你来播 你能多少人有什么意义呢 他多人气高 我非常开心的我非常高兴的 你搞得我跟他 我跟我徒弟之间我还要争人气一样 那个人气才打个评论啊 我都不想说的你打个评论搞得我 我好想他人气多少 我人气多高 如果这样的人在我公司 我跟你讲 那早晚完蛋了兄弟 嘴哥来到我这 我只希望他能越来越好 他哪怕哪天拖了一百万人 我这里一万人 我跟你说我都高兴的 比自己一万人一百万人我都高兴 嘴哥和乔妹一起出去按摩 并告诉小黄不要告诉别人 小杨哥却直接打电话求证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答应嘴哥不说的 你答应嘴哥不说什么 没事我们不告诉别人 你说你你答应嘴哥不说什么 不说他去按摩啊 哦你答应他了是吧 嗯那你别说 好吧 不能说啊小黄这个人还是很诚实的 你看看兄弟们 小黄这个人是公司讲义气 公司你必然成大事 知道不 哎呦还真好看啊 小杨哥介绍完这个品质后 给嘴哥和乔妹都打了电话 这么背带琼 行不看非常可爱 哎呦哎呦还有这个闪电的 行 真好看啊兄弟们 耶 真不错啊 每个背套啊 每个人有一个背套啊啊 还有一个小绳子 兄弟们看啊 每个人给你一个小碗 耶小盖子 可以用这个盖 可以把这个把这个拆了 用这个盖 哎呦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啊 就是换的看看我换的 把闻这个盖 还有这个套子 这是西瓜 这个真不错啊 然后呢是奥四体的 这个不锈钢的 是这个叫做一什么那个裤的啊 304不锈钢破价啊 日上下89 今天给小伦们修的破价 就四千盘 49块钱上车 那这边是冰块啊 哎呦 是不是你比 哎呦 即时? 呃三分钟 有可能没花啊 你这么烫啊 再烫一脸 哦哦哦哦 很厉害 怎么还是冰块 你看这真的是冰块啊 我提嘛呀 这么烫 nice 我打电话给这个 喂 呃在干啥呢 我在想你 啊 在干啥呢 啊我我在外面吃饭 啊在外面吃饭是吧 对 有没有那个筷子碗的声音给我听一下能不能先 你不吃饭吗吃饭有没有碗啊 啊我现在刚刚吃好 哦刚刚吃好 啊对你刚九点多在吃饭呀 啊对今天晚上有一个开会 啊现在就现在刚吃好就怎么回家了 开会不三点三四点开的吗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没有食欲吗跟谁在一起呢 啊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是吧 嗯能敢开视频吗 对方以外看 哈哈哈哈哈哈 打电话 是不是打不了啊 我答应人家了 我要提马去市场价 两千块的 有五八 真的这很贵的真的 打电话 那我打了 嗯 喂敲美 喂敲敲 我是个小黄 小黄啊 你在干嘛呀 我在 车车里 哦哦你在车里是吧 能不能听一下车的声音啊 那个发动机 听发动机的声音 我在车里 你你按喇叭给他听 那你先忙啊 那个 呃拜拜 你给我啥要干啊 喂四娘 小杨哥坑嘴哥给大杨嫂表白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现在大杨哥来嘴哥直播间 评论区粉丝们怂恿嘴哥给小杨嫂表白 不是不能打是兄弟们让你打的 我们直播就是一定要听兄弟们 这么多兄弟们刷评论你要不听你这什么概念 造反 经过大杨哥的一番劝说 嘴哥就不弃勇气给小杨嫂打个电话 车一 你说我师父你不是说我卖了 OK 行 来 啊 师父我想你了 对你打了新电话了 我说师父我我刚刚是打你电话 哎呦我说我给你电话是没有你电话 对啊你没你没你因为打了新电话呀 你还没你师父电话呀 你用你十两电话没有你师父电话呀 我开了 你家就挂了 那我想走了哈 你走我走了 来吧喊话 你打十两电话搞 没事打了十两电话 但是那个我媳妇就在办公室 坐个站起来 我跟我媳妇在办公室在谈情说呀 你打我媳妇电话干啥 不去了吗 你说你每次打他们十两电话 你要十两电话我叫你过来一声 要不要过来 对不起就这样过来 嗯 十二 哎呀 哎呀 接着接着 来来来来 啊看着看 好啊看什么叫陈啊 看一下啊 去了一清洗 不意什么 哎呦 搞了耳朵搞搞事 搞歪了搞歪了不好意思 管你怎么这啊 别动啊 打我媳妇电话 我没有什么那都答错了 又又搞歪了 你这手是老生人的 歪了歪了 哎呀哎就破事了 打 别碍了 这次你这歪了 手有老生歪了 你就上道具行吗 道具上 啊 一清洗 对吗 就是 哎呦没事没事 没搞歪了 你怎么这么歪了呀 当年我卖烧烤 小杨哥谈起了过往做过的工作 小黄和嘴哥也加入了其中 说到兴起之时就举杯敬粉丝们了一杯 并送上了祝福 还不忘搞些节目逗粉丝们开心 那去吧 那肯定我干个烧烤呀 当年我在那个学校门口干了个烧烤师 不得不得不得 而且看了我啥没干过 你看我查车 你看我查车后流转向 我都查了 哈哈哈哈 你送过外卖啊我送外卖啊 我开车我还做过服务员哇 我也做过哎我做美丽包的 我还占过了木匠 你去木屋去木屋啊 谢谢看过 我就我就在我旁边也是跟我一样 但兼职的我们不认识 他说我们最后天天在一块 成为朋友了 你们一人干一个月 他一句 啊 啊 好 健康就拿 他钱 哎呃来 祝兄弟们 祝兄弟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一天天开心 家庭 幸福明白 哎 很聪明啊 很聪明很聪明 我刚才就要做人 啊 我看你们会不会上当啊 哇有啊有谋略没有上当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们就会遇到这种点啊 双离事 对这个一定不能 记住吧 坚持 体贴 也好 原则 坚持 玩的是兵法 哎 nice 是吧 不可不可以 我交给我 哇 好飞呀 瘦一瘦可以吗 哇 这个 你用这个两个真好 我觉得给给嘴巴一个面 如果我这个把取起来了 那嘴巴以后怎么会 你瘦一下也可以的 什么用力 你瘦不起来少在直播就看着呢 展现你男人的一面 耶 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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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哇 兄弟我刚才林举姐来被他们一下 啊 哇 哈哈哈 别动别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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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他这叫什么 他这有些网络的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 啊 啊